百病一针通经络 核酬架上要生成 由加州众医工会 北美中西医结合学会等 众医师联合发起的 庆祝国医节大会 日前在核桃市盛大举办 加州州众议员五国庆 并清零办发荣誉状 大会一面立虎 众医师们缅怀先烈 同时鼓励既往开来 以开创加州众医的新纪元 在82年前 三千多个中医师聚集在一起 群心合力 解决共同的问题 让中医能够继续发扬广大 今天我们在美国 虽然是身处异地 但是我们碰到的困难跟问题 也不亚于当年 所以在庆祝国医节的同时 中医药界更应该团结一致 回顾美国中医发展史 不但过程艰辛 且经历多次立法波折 每一次都靠着中医学界精英 与社会贤大们的共同努力与推广 逐渐走出一片抗壮大道 我们是希望说团结整个中医界 让所有的中医都能够更加的进步 更加的精进 然后顺便就是把我们中医全部推广出去 让所有的病人可以知道说 我们在中医界 在中医方面能够有对病人有很多的帮助 这样子 中医在美不但保存3500年的针灸技术 2000年的推拿手艺 现在更发展到人体中枢神经系的分子水平研究 且将进一步凝聚全美中医界 以造福社会大众 很高兴和所有的中医精英 齐聚在一起 中医是一门很精专的学术 我们希望可以让中医的医术 照顾到更多需要医疗的民众 谢谢 记者 郑贤辉 叶红志 洛杉矶采访报道